近来明星遭遇疯狂粉丝的案例屡见不显 遭有肖静腾与半夜敲门送汤女 又有雪儿轩与墨镜男片场手艺会骚扰 8月11日雪儿轩为电影马德2号进行宣传 公司特意加派保镖贴身保护 其实大部分都不会让我害怕 就是上次那位粉丝 我也很谢谢他那么支持我 但是毕竟我是女生 他是男生还是会有一点 如果没有按照比较正常的见面程序会害怕 马上就到七夕情人节 徐若轩表示目前对情人节很无奈 不过会一起印上最深的情人节浪漫是还是感动满满 难忘了情人节回忆 就是坐捷运到木榨动物园 那是我第一次坐捷运也是最后一次 之后就没有再坐过捷运 我忘记捷运怎么做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 好几年前了 然后我跟我另外一半穿学生制服 然后去杀到木榨动物园去玩 今年工作满档的徐若轩低口气 猛拍五部电影更新生上阵跑宣传 徐若轩透露忙完今年自己将会休息半年 写剧本尝试幕后工作 看来女星往幕后发展也是大势所趋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